全油管最快新闻,中国足协正在进行2024赛季中超、中甲、中乙联赛俱乐部的准入材料审核工作。 目前已有42家俱乐部通过了初步审核,还有8家俱乐部需要补充或完善准入材料。 新赛季中超、中甲、中乙联赛参赛规模分别为16队、16队、20队,共52支球队参赛。 部分俱乐部因欠薪、国际合同纠纷等原因导致未能提交符合要求的准入材料。 大部分俱乐部希望尽快明确准入结果,已有42家俱乐部的材料通过了初步审核, 一旦通过接下来的审核公式,将正式获得新赛季的准入资格。 最终无法通过准入的俱乐部预计不会超过5家。 中国足协将在27日内部沟通后决定是分批次还是一次性公布准入名单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